人这一生有着多种多样的变数 这些变数是不可控的 为此人们试图从一些规律当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变数 所以经常去算命或者求神拜佛 这些人想要明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能活多久呢 大师告诉了我们答案 他说十二生肖能够看出寿命长短 尤其是这个属相的人 轻松活到一百岁 V 十二生肖的介绍 中国人的生肖本是用于纪年的一套号 是古代天文历法的一部分 后来成为了普遍被人们认同的生肖历法 古代哲学观是天人合一 五行为宇宙之本 认为五行决定了世间万物的生存与发展 他们认为 日月阳之源 尖 乐 水 陀 土五行是万物之本 合为七要日 夜 星称为要 对夜 尖 乐 水 陀 土五行合称七要 就是分别用来称一个星期的七天 日要日是星期日 月要日为星期一 其余依次类推 主宰一切 而十二生肖分至于天 以既十二臣 以七要同之 因此十二生肖便被五行观念所浸染 成为的一部分 仍将动物十二只与人的生年相联系 成为十二属相 生肖 生指出生年 肖指相似 生肖取其十二 源自中国古代的甘肢纪年法 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之相配 就有了紫鼠 丑弄 鹰狐 毛兔 陈龙 四舍 五马 卫阳 身猴 有鸡 虚狗 害猪 十二生肖排列的顺序 是根据动物每天活动的规律确定的 如有鸡 有时 下午五到七时 这时候 日落山岗 鸡开始进龙龟窝 夜宿 于是有时属鸡 龙是一种精神 精神是不朽的 如果去掉虚龙 十二生肖中最长寿的是猴子 不同种类的猴子寿命不同 有些猴子的寿命超过二十年 有些超过三十年 其次是马 平均寿命三十到三十五年 劳逸年龄三到十五岁 有的可达二十岁 接下来是狗 能活十到二十年 长寿记录三十五年 但极为罕见 一般正常死亡年龄为十二到十五岁 第四是蛇 平均能活十五年以上 最长的据说是蟒蛇 能活二十五年以上 第五是老虎 平均能活十到二十年 动物园里老虎存活的最长记录是十六年 而具体数值是多少呢 具体来看 二十二生肖羊兽长短排行 其一生肖鼠 这类人可以活到八十五岁 鼠鼠人是比较注重养生的一个人 生活中他们都是尽量地不喝酒 也会尽量地早睡的 他们每次在新闻上看到什么对身体不好的 那么鼠鼠人都会尽可能地去避免 因为他们觉得人生还是很美好的 他们还想要多活几年 所以只要是不健康的方式 他们都会特别地有毅力去改正的 不会像别人那样反反复复 今天改了明天又继续 鼠鼠人说不做的事情 那就是真的不会再去做 其二 生肖牛 鼠牛人能够活到八十岁 这是因为他们这一生一直都在劳作 所以比起一些人身体时不时地在这里疼痛那里疼痛 鼠牛人反而是看起来还很年轻的 别人时常都猜不出鼠牛人的年纪来 会觉得他们明明才六十出头 谁曾想竟然会有八十岁了 不过鼠牛人有很不好的一点就是 他们的性格特别地固执倔强 因此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他们都会选择忍耐不去看医生 这样到了晚年 很有可能会生病 让自己痛苦 其三 生肖虎 年轻的鼠虎人根本就不把身体太当一回事 他们总是想喝酒就喝酒 想抽烟就抽烟 丝毫不担心会引起什么疾病 他们觉得那是特别遥远的事情 自己现在不要起人忧天 而是应该要及时行乐 开心度过每一天 但是到了年纪上来以后 鼠虎人就会意识到 自己年轻时候的行为是大错特错的 这时候的他们就会开始保养自己了 因此他们寿命最多也就只能够到78岁 其次 生肖兔 鼠兔人特别喜欢吃蔬菜 他们对于肉类反而是有点反感 因为鼠兔人太善良了 他们觉得吃肉的同时 就要让很多小动物失去性命 所以他们都尽量吃菜 而这反而让鼠兔人的饮食变得比较清淡 所以鼠兔人不太会有高血压或是高血脂等疾病 他们整个人显得很精瘦 看起来还是比较健康的 而鼠兔人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够活到88岁 算是比较长寿的那一种人了 其五 生肖龙 鼠龙人还是能够活得比较长久的 大多都能够活到90岁以上 这是因为鼠龙人常年都是一副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 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烦心事 别人可能会被气到翻来覆去的 各种事不着讲 而鼠龙人则是压根不会放在心里 放在难受的永远都是别人 鼠龙人都是开开心心的 所以他们这一辈子也算是没有太大的烦恼 自然这样身体就会比较健康 能够活得长久一些了 七六 生肖蛇 鼠蛇人就是太多愁善感了 他们很容易被其他事情给干扰了 因此时常都是一开始开开心心的 但是后面却整个人都变得很不好了 而鼠蛇人一旦陷入那种悲观的情绪当中的话 他们很久都无法脱离出来 会长时间地变得忧郁 变得不喜欢跟人交流了 再加上鼠蛇人平常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 遇到事情一个吐槽的人都没有 完全就只能够自己去面对 所以寿命也就到75岁 七七 生肖马 鼠蛇人很幸运 他们能够遇到一个真心爱着自己的人 所以虽然一开始的生活有点艰难 但是鼠蛇人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因为只要爱人在身边 鼠蛇人就会觉得人生充满乐趣 鼠蛇人是那种很懂得感恩的人 只要是谁对他们好一些 鼠蛇人一定会加倍对对方好的 所以他们的婚姻生活将会特别地恩爱 是所有人心目中都在追求的那一种幸福 因为鼠蛇人也会很长寿地活到93岁 七八 生肖羊 鼠蛇人为了自己能够稍微长寿一点 他们可是非常乐意花钱的 鼠蛇人本来是非常空门的一个人 他们买衣服或是其他生活用品 都是能省则省 自己不想花那个冤枉钱 所以生活中的鼠蛇人看起来荼荼的 一点都不懂得打扮自己 但是在健康上面 鼠蛇人还是很舍得去投资自己的 他们时不时地就会给自己买一些保健用品 在饮食上也会比较注意 所以他们的寿命还是比较长的 到87岁 七九 生肖红 鼠蛇人虽然性格是挺乐观开朗 也没有太多的烦心似的 但是他们在饮食上一点都不懂得控制自己 尤其是遇到了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他们就会一直无止境地吃下去 肚子明明已经胀到不行了 鼠蛇人都会想要继续吃 因为他们对于美食太痴迷了 想到就会一颗心蠢蠢欲动的 正是因为整天都在胡吃海喝 鼠猴人会把自己的肠胃都给吃不好了 所以他们的寿命基本在79岁 其实 生肖鸡 鼠鸡人是比较喜欢运动的那一种人 他们觉得运动能够让自己的精气神变得很不一样 能够整个人看起来比较有活力 所以只要有放假 他们都绝不会窝在家里 而是会想办法约上三五好友 大家或是去爬爬山 或是去打打球 最好是能够出一身的汗水回来 只是鼠鸡人对于运动简直是太过于狂热了 所以有时候会有点过度 反而是对身体不好 因此他们的寿命到81岁左右 其实一 生肖狗 鼠鸡人是那种心情一不好 就会开始想着要喝酒的人 因为太过于清醒的话 鼠鸡人是会睡不着觉的 他们太过于敏感了 所以会翻来覆去地想着那些烦心事 整个人就变得特别地焦躁不安了 而在喝酒之后 他们才能够晕晕晨晨地睡过去 所以鼠鸡人也会很轻易地就染上酒瘾了 这样的鼠鸡人是会容易生病的 所以他们的寿命并不会太长 通常就活到84岁左右 其实啊 生肖中 鼠猪人是特别容易感觉到满足的那种人 任何一点小事 都会让鼠猪人觉得自己特别地幸福 人生没有其他的遗憾了 比如他们吃到一顿自己喜欢的饭菜 或是到一个自己一直都想要去的城市 鼠猪人就会开心到飞起 生活中的鼠猪人是特别乐观阳光开朗的一个人 他们的眼睛总是能够发现生活中的诸多美好 因此没有什么烦心事 基本上能够活到96岁 总之 根据这些生肖的命运发展 可以总结出长寿的秘诀 心中没有烦心事 经常锻炼 很少生病 因此 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属相 也要学习这样的心态 这样也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越来越健康 继续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